爱乐却在我们脚下出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 Alberreal快乐大饼 我们是快乐家属 很高兴在这样一个运动的夜晚 和大家见面 一开场的时候 现场有一些观众得到了礼物 是 可是有的人却没有得到 就是我刚才谁 那个接到我打过去的羽毛球 我只打了这么近 你有发现那上面我签了名吗 那可能 大家说娜娜手里这个为什么没有人 就是因为这上面有五个人的签名 因为我考虑到 就是大多数的前排观众 比较占便宜是吗 我今天是想打到最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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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有四川省 四川省 能阳市中江县 陈北中学 校队曾经的副队长 打给大家 那我也有 波兰省藏山寺云喷林小学 游云队苗苗苗般的 哈哈哈哈哈哈 苗苗般太深了 哇哇可以啊娜娜 等一下你抱的是那个人的头 哈哈哈哈 那个女孩抱住了球 我后排一个人转身就抱着 哎呀我抱着一个人 看不到的头 哈哈哈哈 以后你就改名吧 嗯 铁狼头屑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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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在后台跟韩庚说 他还不相信了 哎呀是吧 他说 他说 他说我的高矮不能打排球 他说他以前是校队的 我说你的高矮也不适合打排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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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还真的是当时是排球班的 哈哈哈哈哈哈 我是游泳苗苗苗般的 好那刚才呢 娜娜已经揭晓了今天的嘉宾 我们掌声欢迎韩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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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音最后 哇 非常之精彩 刚才那段花纯秀 有模有样的 很不容易 你知道很多舞打戏 是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拍的 那刚才韩庚是整个 就是比较一串联给大家表现 把这个胶套好以后连贯上来了 而且就是有一种 真的会打武功的这种架势 你看平时我们看到韩庚出来 不是唱歌就是舞蹈 对不对 那今天一上来是武术的表演 我现在还紧张什么 但是我觉得今天韩庚表现得非常棒 而且我们节目确实是 也是为了配合韩庚这一次 这个新的这种身份 新的这个角色 所以呢专门为他请来的 我们刚才大家也看到 频频惊呼啊 你看在韩庚前面出场 完全就是让大家 还是觉得很过瘾 这是真正的一群少林武僧 很棒 我们先再一次欢迎 我们的大师兄上场 来介绍他的兄弟们 来 欢迎先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是什么团啊 我是少林寺武僧团 我叫石炎家 石炎家 所以你们真正是就是少林寺的出家人是吗 我是少林寺武僧团的弟子 武僧团的弟子 那你们现在还有看院就是保护寺院的责任吗 武僧的话 以前这个武僧啊就是看家后院 看家后院 现在呢因为这个跟着时代 这武僧呢就是对外交流 展示我们少林的这个武术文化 对对对一种文化 我跟你说 他们去过的国外 比我去过国外多 真的 一直在国外跑 这是一种羡慕 对 我们今天还 刚才大家看到 我们好几个这个武僧都非常厉害 我们接下来 大师兄要给我们介绍一下 他们各自的绝技 好不好 好 第一位我们介绍的是谁 首先为我的要我的师弟史严硕 为大家表演的是少林铁头功 史严硕 来了来了来了 现在的严硕拿起了一块钢板 两块 是严重 来告诉大家 这个是不是钢板 小心手 你贴一下 好 那给送给你做纪念 好 关系就躲 大师兄呢 接下来我们要请的是谁 那我的二师兄为大家表演的是一种兵器 叫做牧羊鞭 过年了 就是我觉得 我觉得我们大本营的切换真的太牛了 就是在这种 就是他打着这个鞭子的英雄形象 切换的是海涛躲在那 这还好 海涛还算可以 听不见了 我们不是 我 吴欣还有韩跟三个人在那边吗 并不还就 我说在后面看比较好一点 等第一边闪过一会 我一回头 两个人已经没了 躲到那个A字后面 是的 下面是不是要轮到小朋友了 你自己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叫什么名字好了 我叫士小福 士小福 你几岁现在 八岁 我听说你还会表演蛇弓啊 什么叫蛇弓 有 并没有 好可爱啊 这还要做什么公交车或者打车呀 直接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 对啊 那个小福你要不要谁来学一下你的什么功 要你 我对你那么好 而且我年纪又大了 你换一个人呗 他叫什么 换他他叫什么 庚哥哥 庚哥哥 你要庚哥哥学哪个 你要庚哥哥学哪个 蛇弓 你要对人了 因为他就是田径队的 那这样说 他可以他可以 你已经 已经很棒了耶 我们让士小福来说这条蛇怎么样 还可以 还可以 所以说有一条蛇你绝对会满意的 肥蛇 要不要看他 这 涛哥哥 涛哥哥小福想看你 这你可以 你用就是弹上 你用肉把自己弹起来 今天有障碍 怎么了 他褲子小了 我这两条腿绷得跟两根苦歪 没事了 你如果弹出来 我们就说明蛇脱皮了吗 直接往下一趴 用肚子的弹力把自己弹起来 手是太甜 面条 海涛我真的觉得 或者是飞蛾 这个跟芙蓉姐姐减肥可以并称为中国两大励志事件 你这个表演是 裤子没开是个奇迹 真的是个奇迹 好了 好 谢谢 我们来这个请教大家几个问题好了 首先第一个我想问一下 到底咱们这个少林寺的僧人 用什么样的称呼是比较礼貌的 比如说管你们叫和尚这种是可以的吗 和尚是不允许叫的 但是呢 和尚不允许叫 不是说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样称呼了 比如说我们少林寺的这个 世文姓方丈 他可以称为大和尚 我们呢 比方说称为我们小武生小沙迷 和尚到一定级别才可以称 对对对 这样的 那是什么称呼是不 就是不礼貌的 口头出家人呀 说一些比较 出家人不可以是吗 不能对面的政治说 那我们应该怎么叫比较合适呢 怎么称呼 怎么称呼你们比较 可以法师师傅都可以 哦 师傅 师傅 那像这样小朋友的话 像小福的话 小师傅 哦 应该跟他讲 小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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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敢当 看一下 他的整个肢体都不一样 不敢当 不敢当 是 那那个 我们有一个短片 来给我们的大师兄提出 包括我们武生提出一些 大家非常感兴趣的问题 因为感觉上 这个少林武僧还是感觉 少林寺的秘籍啊 感觉还是挺神秘的 神秘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东西 请看 少林寺 江湖传说中的武林圣地 中华武术的泰山北斗 千百年来 关于他的各种传说 从未停止过 神秘的藏金阁内 是不是真的藏有武林秘籍呢 少林寺的传门 中华武术的少林十八童人 罗汉镇 少林武功是否真如传说中那样 高深莫测 让我们到现场一探究竟吧 韩刚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是秘籍还是门派 我觉得秘籍我最感兴趣 少林寺里面真的有武林秘籍吗 少林寺 武林秘籍就是我们现在学习的 少林拳法拳谱 是真的有这个 真的有少林拳谱 比如少林大红拳 小红拳 罗汉拳 都是我们少林寺的传统拳法 那这些是外人不能看到的吗 还是 可以看得到的 有秘籍 那有没有说少林里面 只有少林弟子才能看到的秘籍 也有我们对外演出展示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得到 就是学那个秘籍只有他们知道 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 就是表演出这个秘籍 你看无所谓 但是你不知道怎么练成的 少林宫我现在是对外 这个宣扬文化一种精神 现在不是在 所以没有秘密的秘籍 现在是公开的展示出来 那就是任何人 比如说要到少林寺去学 你们都欢迎吗 欢迎啊 最刚开始我们去少林 最初是要做什么 要买门票 我要学习吗 要学习的话 除了剃头买门票了 还是扫地啊 你首先可以到少林寺 体验生活 体验一下 这你可能跟王宝强 打个电话过头 对 对不对 因为王宝强就是之前 您听的时候他去过 对对对 但好像跟你他们的生活 是一样的作息 那真的有门派之分吗 师傅 有哎 就是什么峨眉派 什么各种派 各种派 在武当派 他是 武峨眉派 他们都有自己的文化和历史 我们少林室也是有自己的文化 都有是不是 那你们现在还有武林大会吗 在什么山顶 这也只不过是在电影当中 大家展现出来的 现在都是一种文化的交流 那你们现在都不交流吗 各门派之间 有没有全国的 比如说武术交流大会 有有有有 这个是有的 这是有的 那现在少林派在第几位 少林派第一位 天下公公出少林 那我想请问一下 就是我们四川那边 那个峨眉派是第几名啊 先都是一个笑开始 你不好说 你小声 他是一个帮派 这个评论到到现在也没有说 那我想问一下 我们湖南的蛋黄派呢 只是一首食品 还有一个好奇的 就是说少林寺他们练的是 内功 轻功 他的那个草上飞啊 什么水上飘啊 有这样的吗 那个水上飘那都是电影里面 夸张了一点 那是有草上飞是吗 草上飞呢 就是说我们平常练习 这个人的体能是有限的 就比方说 小人可以看到 我们有练功时候有的沙包 沙带 给身体加重 加重以后 时间长了以后呢 如果去掉 就有点身轻如燕的感觉 身轻如燕 那轻功这件事是真的有吧 就是能做到跳得很高对不对 对 它只能有一定的高度来哄 那有没有真的像这个传输中的72亿现在还存在吗 72绝技现在也存在 只不过丢失了一部分 丢失了一部分 这个二指弹 硬气功里面这个头盖钢板 还有这个飞针穿玻璃 比较一些独特的兵器 全数都是72绝技里面的 就是有些保留下来了 有些失传了 对对对 你刚刚说的什么穿个什么钢 飞针穿玻璃 飞针穿玻璃 对 一根续花针穿透一个玻璃 我也见过 谁会啊 是不是我们思想服你会吗 哦 小师傅 不敢当 哪位师兄会 是言轻将表演的是 飞针穿玻璃炸气球 我看他刚才就是穿过去以后 然后所有人在欢呼 然后他就是 我跟你讲 我好想问一下 小意思 你第一次就是扎穿玻璃的时候 有没有那种 就是哇 就是那种新的玻璃 没有 你练了几年 第一次扎穿了以后 没有 这就是高手的 你说他要在这表演 对吧 是吧 加上觉得说 他在碰运气 他说的是真话吗 你看到他扎穿玻璃 他高兴吗 不高兴 那我们这样好了 我们今天还要请大师兄来帮我们摆一摆那个所谓的十八罗汉镇 这个如果你需要用到我们台上这些主持人什么的您只管那个知识好不好 好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这个迪罗汉 OK 迪罗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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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摆在下面一层 我们的主持人可以摆在第二层 就是我们站在他们的肩膀上 对 站在他们的腿上 腿上 对 一定要保持好一定的平衡力 哇 黄裤子 黑袜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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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住着个白胖子 黄裤子 黑袜子 很好看 这也是我的白胖子 黄裤子 哇 好精彩哦 那上面还可以站上去吗 哎 小朋友 你再站上去 不是海涛 小朋友 不是 我抱的 我 压开斗什么呀 好棒哦 好壮观 哇 哇 好壮观 我们再次用掌声感谢来自少林舞僧团的朋友们 谢谢 最后我们请施晓芙给观众那个说一个祝福好不好 你看看你要怎么说个祝福 祝大家身体健康来少林寺观看 太拿得出手了 谢谢 谢谢大师兄 谢谢大家 谢谢施晓芙 谢谢 Operreal提醒您下节更精彩 韩庚得刘谦真传 变身魔术达人 Operreal提醒您 梦见你在昏蓝的房间里面 梦见你转过山潇洒的藏原 最远处的海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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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见 直到你转过山潇洒的海铁 直到你醒过来一切都会变 誓言在那一天兑现 人在那一天 再见 还在风雨里挥幕的轻风长间 还在岁月里奔跑的痴心伤 那流水绑的舞台 从来就没人离开 没人回来 没人回来 还在长街的镜头 燃烧的热热 还在无边的黑夜 湯气的清晰 但流过雪的舞台 从来就没人离开 没人回来 很久回到我们的奥巴 有快乐大银 我们是 快乐家族 今天我们来介绍 今天我们有参加这个 长沙地铁建设者的子女们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她们 来到我们快乐大银的现场 你们在哪里 对 谢谢大家 之前那个应该是 就是地铁建设者吧 你如果是子女的话 你稍微有点诚实 好 欢迎你们 辛苦了 谢谢 谢谢 好 大家可能知道 为什么我们就在 韩庚上来的时候 请来这个 来自少林舞僧团的 这些非常厉害的高手们 这个跟他最近主演的 一部电影有关系 对 就是这个大舞声 对 对 那马上就上映了 期待已久了 真的这个 这应该算是 韩庚就是挑大梁 登上大荧幕的首部作品 对 因为第一部了 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这部电影 故事写得也好 人物就是已经是 特别打动我 因为里面也还有动作戏 还有京剧等等 很丰富 很丰富 跟小松哥已经 看完剧本之后 跟他见了三次 这三次面呢 我一共说了三句话 第一句话是 你好 小松哥你好 第二句话是 第二次见面 小松哥你好 第三次呢 小松哥海浪话 有一段VCR来看一下 韩庚在大舞声里的表现 谢谢 韩庚 首度出电 便携手动作大片 演绎金剧舞声 无论从造型伴奖 全是复杂情感戏 原来给你师父 有坚持 你我聪明 知道你心里 谁有那老皮 表演精彩动作场面 都有出色表现 来欣赏其中的精彩片段吧 的确很精彩 不知道观众朋友们 觉得怎样呢 挺精彩的 好帅 真的 跟以前的那种帅 不一样的 好多演员 可能就是他们 可以一步一步的尝试 比如说尝试一个 那个古装的扮相 尝试一个吻戏啊 什么的 他就一部剧 你全部搞定 这一次合作的也非常厉害 有这个无尊嘛 对不对 对 有些镜头你们俩 看起来就有点像 你们在里面是好兄弟 对不对 我们俩是兄弟 因为小松哥 为什么选我们 也是觉得我们俩 有些地方很像 但是性格上的差距很大 对 你们俩谁性格好 我说在戏里 在戏里啊 在戏里 因为我是很闷的 不说话的 但是心里 从小就开始 你有一段 那个都口水都飙出来了 对着那个 所以整部电影里 对 整部电影里边 我是整个都是在压着的 对 只有在那个地方 我就爆发出来了 这种角色特别好 那你那段有喝酒 然后表演吗 没有 那一段我一共拍了六条 因为在下面还有一个石木桌子 因为我还要敲桌子 整个手都肿了 完了那部戏 嗓子也哑了 第二天我就根本就说不出话了 可是我跟你讲 我跟你讲 我跟你们讲 演员在这个时候 手是疼的 嗓子是哑的 但心是爽的 演到这种部分 我跟你讲 歇斯底里的戏特别过瘾 所以在戏中 除了刚才说的无尊 还有大S 对不对 还有刘谦 刘谦在里面还是魔术师吗 他是一个反派 一个反派 坏人 坏人 但他演的真的坏 就特别坏 那他是在戏里有那句台词吗 见证奇迹的时刻 没有没有 他在拍戏的时候 一直都想 他把这个 他自己的那种魔幻 魔术融入进去 一直在在那琢磨在那想 在那想 然后我们归戏的时候 之前还玩一些什么 变香烟啊 还有变什么火柴啊 还有变一些等等等等 很多 都融入进去了吗 加了 对 因为太像综艺节目了 对 那你有跟刘谦 学一些魔术什么之类的吗 学都是皮毛的一些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去看一下 今天来点毛疲惫 他是这样的 他说我跟刘谦老师 学了很多 待会呢 我秀一段 秀一整套给你们 你们挑两个最有精彩的 对对对 所以晚上我秀给大家看 观众呢 我就说好好好 就把我们叫到那个贵宾街 我们就坐下了 他说好 我们开始了 变完以后 我和海涛对视了一眼 就说 我说韩老师 能不能不变一个这种 让你自己尴尬 让观众也尴尬的模样 我说韩老师 你想让我怎么做 你告诉我 对 我们会配合 好 又来了第二个 第二个玩完以后 然后我和海涛对视也说 韩老师 我们要化妆 我们先走了 我觉得是这样 我们就先都表演出来 然后交给观众来判断 到底好还是不好 好不好 这个小兔兔的那个卡通牌是 这一幅的 辣笔 这是辣笔 对 这是小辣笔 是用来画画的吗 别捣乱你们啊 你们让他好好演 那我从中呢 跳出三个颜色 好 红色 黑色 还有绿色 绿色 OK 这个有改进对吧 这个比起下午有改进 有改进吗 因为下午你是让我们自己挑 今天晚上是指定 完全重点就会这样 我不说 我不说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困件的都说 顺序是黑色 红色 绿色 对 这样的顺序呢 你可以来回画 好 你现在随便画一下 可以画 只有这三个随便画 这样 这样三个完全都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好 那一会儿呢 我要转过身 你要把 挑一只辣笔 放在我的手里 OK 那两只呢 一手拿一个 握住 你不要让我看见什么颜色 好 好吧 我先放一只 放在你的手里 嗯 那我现在 我要猜出 你手里的是什么颜色 我手里是什么颜色 这是透视魔术了 没有 嗯 不是通常应该在表演之前告诉大家 这是什么魔术 没有 我现在告诉你吧 你要来一趟那种虚的 对对对 来一趟那种虚的 绿色 还有成就感 这第一个才对了 那你的另一只手呢 嗯 红色 那么你自己拿的是 黑色 你还答的 我觉得很精彩啊 虽然有点简单 我跟你讲 他下午就是为了麻痹你们 因为他错也不可能 三个都错 你看晚上 你们就会觉得他很棒 对不对 没有啊 没有啊 这都很很简单 这都是毛皮 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皮毛 对 那我手里呢 任何东西没有 什么都没有 没有了 嗯 没有 没有 大家确定 确定 嗯 看看摸一摸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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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好 看 我手三下 会有奇迹发生 好 见证奇迹的时刻扫 讲就讲 你别自己乐 没事 不要乐啊 好 一 二 会不会 会不会太想表演成功了 怎么样 有没有 有没有 各位观众 刚才您欣赏的是 魔术加气功 可以吗 特别棒 怎么样 用内力把它逼死 我第一次看那个 骰钟还能坏 好可怜的飞 你那个夹层做的 就是不是说特别好 没有 不是夹层 不是夹层 这没有夹层 真不是 我这可以教你们 怎么弄的 要教吗 可以教 可以揭秘对不对 这很好玩 那就检查一下 看有没有夹层 没有 可以 这没有夹层吗 没有 那我教你们 其实很简单 其实我一直在准备 这个甩子 在我的耳朵后面 这什么时候放过去的呢 早就放了 你刚才上台 一直就有这个 没有啊 没有刚刚刚刚刚 在我在挠头的时候 放进去 它原来在哪呢 在我的屁股兜里 可是这个游戏 朝风儿就玩不了啊 那如果 如果我们比如说 你做好准备 你知道差不多要玩这个了 然后我们说不玩这个的话 比如说我们要玩这鱼缸的 那我再挠挠再放下去 我还以为你给加的这个 那不是美 所以我站在他旁边 我又必须在忍着 你知道我这种 知道秘密不能说的这种难过 我跟你讲 但是你只看在他这个骰中 在向我招小 而且是个溜 我跟你说 你这里面有个很大 我特别是拿大牙脚 摇起来 你动我 你这里面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你这个游戏 你知道为什么吗 在这儿 就是这种 像我这种招风儿 就待不住 可以的 不行 可以了吗 可以了 那怎么到 你这样说 无心问怎么到 骰中里面的呢 第一下 一定要过了后面 来来来来 一 二 用我的耳朵 这游戏太废耳朵了 所以我在 你有没有可能 你拿下来一个骰子 还有一个耳朵 对呀 你这骰子都能坏呢 那好耳朵 没有 我跟朋友这样 家也可以试试 我现在我就 身上什么都没有 我也可以变一个 那个骰子出来 跟娜姐Q了半天了 来了 就是真正奇迹的时刻到了 那大家都知道 就是韩根她用的 这个耳朵后面 大家可以仔细看 我耳朵后面 什么都没有 有头发 对 除了头发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现在马上 给大家变出来 那姐你快点 我忍不住了 那姐 你看见了是吧 可明显了 给我刚才的感受 对对对 给人家 不是给那个肉挤的 可累死我了 我来干嘛 可累死我了 我来肉 我来肉 我来干嘛 就有什么 我就有块肉在嘴边 我吃不下 接下来马上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 那她是让我来干嘛 那大打 我来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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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人都来干嘛 竟然叫 那 name 这是刘千教给我的一摩树 很神奇的一摩树 前面都不是 是吧 是 人类得小好玩的嘛 是不是把鱼变出来来回游那种 没有 把这滩水瞬间结冰 哇 这滩我练了很长时间 你不信吗 这个游戏何老师的 你先演 演完待会我跟你讲 你先演 原来目前只是要洗手 洗一下洗手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他就教我到这 哪里有冰啊 没有没有 他只教我到这冰的时候 他还没交往 所以刚才这一段是个笑话是吗 我说了不能表演就得让自己尴尬 让我关注自己尴尬 你怎么不听呢 你这孩子 我能够给大家表演 就这一滩水 我伸进去以后 手拿出来 手是干的 要不要 手拿出来 手是干的 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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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要表演的是 手拿进去 湿了没有 湿了没有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拿出来以后 干的 干的 我会 我会 手伸进去是干的 大家看到 手 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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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伸进去了 注意就这只手 好 注意 注意啊 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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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声 我这个太简单了 你别拿着 手是干的 干的 我把手放进去 干的 我把手放进去 你也吃了 够了 那那可以了 可以了 要吧 好了 那个 我希望 这个你不弄了 你刚才在后面缝了半天 这个糖 不要讲出去 你没有看大师兄们表演啊 你就在后面缝那个糖 为什么不弄了 为什么不弄了 没有 今天你觉得七场不对 对不对 不是了 因为那个是很容易出错了 对 我们要 我们就是想看出错了 出错会有 出错会有生命危险 不用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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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持完美记录 刚才 还能说算了 我就不表演这个了 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还没练成功 我先说 刚才你表演的 都是练成功的 你记得 我跟你配合过一个魔术吗 就是我 你推了一个箱子上来 一打开 我就站出来 然后你在关箱那一刹那 我就要就是 把那个 把那个腿撩到上面 然后叠在里面 那个 好 完了之后 何老师就在前面表演 因为那个道具 正好卡住我的衣服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 观众朋友们 好 马上那个 那个箱子 因为我在那个倒的时候 那箱子就会有动静吗 何老师说 我在外面看到那个箱子 就在抖啊 所有的观众 都看到那个箱子 都在抖啊 还要假装里面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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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一次表演一个魔术 嗯 吃糖 是个外国人 外国魔术师 他很厉害嘛 他说不会说中文 然后跟他配合 他应该坐在那个椅子上面 然后他就 他在旁边发工 你知道吗 发工之前我看 按了一个按钮 在我这旁边 椅子上面 他一发工的时候就 我整个人就这样 观众看起来好像悬空一样 其实我是做了一个 他有一个机关 那个凳子是伸起来的 但是只有一根线 只有一根钢管 可以看得到 但如果你腿不避拢的话 他就 他就会看到那根钢 然后 我因为我不懂嘛 然后我就这样 这样坐在上面的 那魔术师 推逼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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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说中文了 魔术师应该说 哎呀 上来动手办了 聊够魔术了 这个不是我们韩刚 在大午生里面 主要的表演 对不对 在大午生里主要表演的 一方面是 这个戏很过瘾 就是有这个男女之情 然后有兄弟之情 对不对 有很复杂的 也有爱国之情 就各种 还有亲情 亲情 各种各样的 所以呢 这个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感受 这里面好像 你有一场戏 就是还要 就中毒是不是 吐血什么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要考验这个特别难言 就是吐血的戏 一二三个一副 笑了笑 我们现场当然不会让就是来那种不好收拾 但是总得吐点什么 所以我们就吐水 对 对 对 那个 我们先让海涛来 你想表演一个什么 因为什么而吐血 就是你本来是个流氓 你准备截着个姑娘 但是姑娘没想到一个铁沙掌打到你身上 我就是挨打之后吐血好不好 对对对 好 姑娘就是无心吧 你先喝一小口水准备 我先小心点 怕等你弹回去 她惹不起我 她惹不起我 好 来了 不用那么多 套 喝了 是赶紧时间喝水 有 有 真的有吗 OK 你想打击我 哈哈哈哈 水呢 哦 哦 演得很好 好形象 还有过程 但这样打是 你 没了 他演得很好 他一种慢慢从里面 对 翻出来的感觉 我令你伤了 就是没想到 然后这口真气一直憋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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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我演一个这个吧 你演一个 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就是歹徒 他想占我便宜 然后呢 然后我 他得多大胆啊 我就一转过来 我看到歹徒 我吓着 吓着了 我就吐血了 是歹徒被你 歹徒吓得吐血了对吗 不是 是你被歹徒吓得吐血了 对对对 哦 嗯 笑吧 这歹徒得长得多惊悚 哈哈哈哈 又是海涛 ok 好 那姐你不喜欢我脸上吐 不会不会不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完了 我梗了 哈哈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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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那姐你怎么给淹出去了 过来想了一下 他是我弟弟 后来想算了 再来一次吧啊 好嘞啊 我知道了 你第一次就是 知道我会躲 你就故意那么难 然后其实这样 我耳朵里全是 不是 如果有镜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是往外面吐的 而且她自己满脸都是 我自己都满脸都是 好励志的 娜姐那个画面 你一喷出来 我看到一道彩虹 我这样要韩庚演什么了 韩庚演一个就是 那个演林黛玉 然后抖着抖着 突然就是重病 然后就吐出 对对对 这个还蛮有挑战的 对不对 黛玉突然葬着葬着 吐了口血 也可以啊 是吧 那谁演贾宝玉呢 贾宝玉就是 你演的 我演贾宝玉 贾宝玉 你一直应该演的角色 是吧 这什么 葬花 葬花用的锄头啊 葬花用的锄头啊 葬不是个 葬是个子许 葬花 给她给她给她 换个这个吧 好吧 没关系 这个吧 好吧 哎呦 这林黛玉 这 这哪看得出身体 好悲惨啊 好悲惨啊 那首诗什么艳念呢 花谢 花 花谢 花 妹妹 妹妹 你在做什么 妹妹 哦 你不能说话 妹妹 身子骨不好 就不要干这么重的魔了 妹妹扔锄头 扔那么远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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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黏的 哎呦 表情和魔术失败的表情 一模一样 还有啊 这样 我帮你报仇 我帮你报仇 好 演一场戏 就是 就像《大舞生》里那场 扇维加的耳光 我演 你是大儿子 扇他的耳光 然后他歇斯底里讲一番话 每个人都歇斯底里 说一句话 说一下真心话 对 Oper Real提醒您 下一节更精彩 韩庚为何与快乐家族反目